花蓮縣醫師公會改選理監事由周永鴻連任理事長 現場徐正衛到場感謝花蓮全體醫師 在新冠肺炎期間能夠守護花蓮民眾健康 現場也表揚了門諾醫院賴賢永醫師所設計的插管防疫箱 無私奉獻供全球醫護人員來使用 花蓮縣醫師公會3日下午在國軍英雄館 舉行第27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由上屆理事長周永鴻主持會中並改選理監事 現場徐正衛也到場感謝花蓮全體醫師辛勞 並同時表揚門諾醫院賴賢永醫師所設計的插管防疫箱 以獲全球30多國改良採用 為各國醫護人員提供適當保護 也為防範全球新冠肺炎做出重大貢獻 這三年來尤其最近半年的時間 大家盡盡頁頁頁的為了我們所有的縣民 這個為了這個疫情的管控 大家都是可以講都是 耗著生命危險 在做這個工作 所以整所業者 大家的這個工作量都是負荷很重 但是病人極其減少 幾乎減少了台灣是30到40 甚至變得到不死 為了花蓮守護這塊土地 33萬鄉親都能身心理健康 我們要謝謝大家 也協助花蓮縣政府 無論是我們的長者失能 到達去訪飾或是醫療 或者是我們的長照AEC站 這個都是讓我們在現在 這麼嚴苛的醫療環境之下 讓我們的所有的這個醫師還有護理師 要走出來服務 真的這位啊 真的感謝我們所有的大國醫 現在華國我們無私的奉獻 包括健保局東區業務組長林明玉 衛生局長朱家翔 全聯會常務理事黃啟嘉 門諾醫院 花蓮醫院 台北龍總育理分院 衛福部育理醫院院院長等人接出席 分享交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醫護人員面臨的辛勞和難題 也感謝大家一起努力守住花蓮零確診 而第二十七屆里監視改選 隨後也進行投票 最後由周永鴻連任擔任理事長 記者蔣邦彦華蓮市報導